Hello,大家好,我是施宇,欢迎来到这周末的读书分享 今天我给你们带来这一本战争类历史类间谍题材的小说 The Thimphasizer,同情者 主人公是一个间谍,深入在美国扶持的南越政权下面 一个共产主义工作者,也就是他是来自于北越 那这个书的作者是阮月清 他是现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身份认知 社会形态变更,政治革命跟一些历史故事的交叉处 那这是他第一本文学作品 15年初的,16年获得了这个普利斯文学奖 同时目前呢,HBO这个电视平台正在把这个小说改编成电视剧 恰好前两天这个出了一个预告吧,小预告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好了 个人为了 the people in the north or the people in the south well all of them i guess you're in america we welcome people like you undercover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spycraft we sent you to america so you could be your mole this is a secret secret the world is a secret secret 边 дум 大家 Kanara 一定是 是冯铁侠 Special 吉他的 比如说像男主人公的演员 你看他的长相 是不是觉得 他眼睛好像很深线 很大 很圆的感觉 就是有原因的 他在这个小说里面的设定 这个人 是一个混血儿 他 父亲是 法国人 牧师 母亲 是 越南人 当地一个 无知的贫穷的女性 他在这种很隐私的环境下出生了 所以是私生子 而且在上个世纪的时候 这种跨种族的结合 然后所生出来的后代呢 也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启示 他们对这些人的一个称呼是Bastard 在这个书里面 对于Bastard的这个被叫的这个称呼 主人公内心有过无数的挣扎 大家记住他这个基因上面的混血 跟整个故事的整个书的一个表达的 一个思想灵魂是有关联的 最后我跟大家说 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是 美国要放弃南越的解放要撤军了 所以南越的人只有很有限的人 可以跟着美军撤走 那他们这些所谓的南越的高官 比如说他工作的上司是General大将军 他们一家人有一些名额可以移走 然后他也可以选择带一些人 就是因为他是大将军的助手 他唯一所关心的是 他最好的这个朋友Bomb Bomb呢是有家庭妻儿这样子的 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Man呢 他选择不走 总之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百感交集的心情吧 他的观察对于每个平民老百姓来说 特别是南越的这些曾经被帮扶的 他们现在是要被抛弃了 从来没有被问过 他们是否想要被自己人抢劫或者是抢奸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个是不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 由西方的意识形态勾起的内部的矛盾 我们对自己的同胞有最深的 最固化的一些仇恨吧 甚至于跟歧视在里面非常可笑 所有帮美国人做过事情的人 都想要得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 这个让我想起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一样也是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有好多人爬上美军的飞机机 在飞机上跑道的时候 飞俄扑伙伴可以看得出有多么的绝望 很多被他们帮扶过 受过他们这个意识形态教育的人 都会开始有一种怀疑的感觉 这个好像是一种心理的信仰战 一种信或不信的感觉 美国自己输出意识形态的时候 也非常的像自恋型人格 就I'm super power I'm super confident 我们可以super everything 就是这也是阮月清 我觉得他文笔非常幽默的地方 这也很精准地形容了 美利国的一个形象 包括你接触一些典型的美国人 都是这种心态 在这一段侧走的经历 Bond奇尔就在这个过程中受伤 然后死掉了 再描写他们埋葬Bond奇尔的这段话 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触动 可能很多第一代以难民身份移民的人 看了这一段会眼眶湿润的感觉 在这一条移民的船上 飞机上或者路上 有多少人撒下了自己的灵魂鲜血 而真正的落地了的人 带着失去至亲的痛苦 永远漂泊在了一国他乡 这就是Bond后来的命运 他们落地之后 主人公他呢 在这个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做文职人员 系主人是一个对东方文化有 他觉得自己有深入了解研究 但其实都是一些刻板印象 然后还大肆地宣 就是有一种好像炫耀的心态 就是我老婆就是零零怎样怎样 他甚至于可能分不清 他老婆是到底具体的民族裔是华人 还是东南亚国家的人 这个时候他也在戏里面认识了一个 年长他十几岁从日本来的女生 和他的接触交往 开始感受到移民来美国之后 特别是女性啊 还有良心之间的这些想法的改变 包括像大将军自己的女儿 已经完全的西化了 跟他想象中看到过的那些 在越南的传统女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形象 这也算是Uncle Sam 美国文化的一个冲击 不久后他就有了一个去电影拍摄场地 做文化故事顾问的机会 那这个美国导演 所谓好莱坞非常有名出名的导演 要进行一个越战的记录战争片的拍摄 他们协商的这些 要怎么布置场景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这一段话 就是他想要设置三个越南人的 一个路人甲乙柄的设置 敷衍到甚至于让这三个人 不会说越南话都可以 只需要发出那些 就其实这个做法本身就非常的racist 其实这一整段经历 我觉得作者想要体现的呢 就是越南战争 在美国人跟越南人本人眼中 是两个版本的 那个故事色彩基调都是不一样的 是这么大的一个区别 这段拍摄经历结束 他回到美国之后 看到大家的生活还是照常 比如说大将军 他们这从来了美国之后 就从商嘛 又开了一家新店 在这个墙上 他看到了一个钟表 时间并不是美国西海岸当地的时间 大将军太太说的是 我一直把这个表 射成西贡的时间 然后这个时候来了一段 我也觉得很悲伤 就跟刚刚埋葬切尔 那个时候 所有移民的人看了 都会觉得很痛苦的一段话 我们就像永远被封印在了两个市区 我们随时都在过去和现在中间转换 我们是一群无家可贵的 时间时空穿业旅行者 这段时间他的上司大将军呢 也在筹备一个这种战斗小队伍 想要派回越南边境 然后去做一些任务 所以他们到处游走去筹钱 他们有一天在一个country club 这种聚餐的时候 认识到一个学者 写了一本书 然后在那论说 为什么美越战争会 这个失败 这个学者的一些惊人舆论就来了 比如说他说觉得美国人不够大胆 然后不够残忍 觉得他们还是把命看得太贵了 学者说 我认为东方的命是不贵的 不重要的 太多了 因为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语言呢 魔鬼语言 所以主人公听到这个话 当然也是非常的愤怒就是了 其实你读这本书里面 在这个小说里面设置的每一个美国人 或者每一个非越南人的其他人 然后当他们表现出那种傲慢无知 有色眼镜 甚至是各种歧视 而且很多时候 它是一种microaggression 就是那种表面上 我很同情你 我很认可你 欢迎你来到我们国家来 重新开始你的生活 但是内心是充满着鄙夷 唾弃 歧视嫌弃 这种microaggression是很多的 这个时候 这个作者 他 不是作者 主人公对这个人的一个回复 就是说 用一个一语双关来说的 就是说 对我们东方人来说 生命是非常珍贵 非常valuable 那可能对你们西方人来说 生命是invaluable invaluable其实你可以理解成 毫无价值 也可以说是太贵重了 无法衡量的一个价值 然后 这个学者 还装模作样的说 哇 你好 你好philosophical 你好有哲学思考 我可不可以 引用你这一句话 在我下一本书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人 他们的嘴脸 非常的虚情假意 肤浅表面 说自己是学者 其实根本 是带着 极大的一个 有色眼镜在判断 这个事情 我的感受都很深 就是那种每次遇到 不了解我们 自己文化 根源 历史故事的 特别是其他地方的人 对我们的一些评判啊 然后一些认知啊 一些想法 我都会觉得很 很无语 就是怎么会有 这么无知的人 然后怎么会有 这么离谱的想法 这本书最后一大段呢 就是讲他 随着这个小队伍 回到了北约 回到越南边境 很快就会被 北约抓捕 而且恰好呢 抓捕他的人 就是他的好朋友man 就是这个跟他一起 是秘密工作者的 另外一个好朋友man 他也混到一个 表告位子 所以他才可以来 精准逮捕了他 虽然说主人公 作为北约长期的内线 理应是直接就说 自己人放了 但在那个特殊的时间 特殊的环境背景下面 他也要经受 一系列的拷问 跟自白 跟那个承认 各种就confession 然后这种 才可以真正的 厘清自己 比如说 澄清自己 不是双重间谍 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时候 你才会反映过来 这本书 每一个章节 一开始就说 我的同志 什么什么 你就发现 原来这本书 就是他在关押的时候 此时此刻 他关押的时候 写下来的手稿 然后这个时候 他的好朋友说 你的手稿的切入点 你的观察 你对美国社会的 喜爱跟厌恶 情绪都不够正确 这个正确是 引号反映号 某些正确 你必须要修改 你的文风 你的字句 好像每一次就是 谈到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 人就必须要像 禁邪教一样的 就是去 抒发自己的一些 忠诚度跟信仰度吧 才能算作是 真正的追随者 不然你就是一个叛徒 不过Man到最后 还是心软了 通过一些 买通关系 把他跟 一样在这个队伍里面的 Bahn 他们三人是最好的兄弟 他自己 抛钱 把他们两个秘密 送回了美国 让他们好好去 过自己剩下的人生 这样子这个故事 就结束了 我读完这个故事 这本书呢 很喜欢的是 他的文字非常优美 有好多 大段大段的排比句 很磅礴 也很 背抗 比如说像是 在他审讯期间的 他以主人公的语气 说出来一大段 一页多的 就是所有对历史的 这个重来的一个设想 愤怒又无奈 回到主人公本身 混血的基因上面 自己混的 这个一半西 一半东的血液的基因 又何尝不是 国家命运的一个写照 混入了这一半的 西方的血统 就会被自己的同族人 嘲笑 霸凌 且看不起 甚至 互相残杀 彼此之间都觉得 不会被对方接受 也找不到任何的归属感 这个始终像一个鬼魂一样 漂浮在 两边土地的上空 甚至更惨的是 远渡重阳 漂浮在一个 充满着歧视 充满着怜悯 充满着不公平 充满着有色眼镜的 那个曾经承诺 要怎样怎样的 一个帮 帮扶他的Uncle Sam 我觉得这是所有移民 特别是作为战争 后续难民移民的人的 最大的一个痛处吧 所以我想这本书 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赞扬跟欢迎 也是很有原因的 如果大家读了这本书以后 可以来跟我交流 或者我们可以一起等待 电视剧的推出 今天就是这样子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